秉持着一种只管做剩下的,便教给时间的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,而这一点在肖战身上体现的就特别明显,一路走来,我们也看得到,他似乎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,无论是在不出名的小透明时期,还是成为了顶流的状态,似乎每一步都在脚踏实地,不曾改变过,就像他始终不曾变过的那句开场白一样, 大家好,我是肖战,大家好,我是演员肖战,多了演员两个字的前缀,却是这么多年努力的结果,和一种身份的被认可,恰巧这份表演能力,这份在镜头前的收放自如的能力,也是一点点的锻炼出来的,无论是影视作品,还是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,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肖战的变化与不同,可偏偏身上的这份纯粹的感觉,给人以稳重的同时,又有一份至善至纯的真诚感, 这样的一种感觉,真的很难得,就像网友评论的那样,在这则物料里,肖战才是最大的亮点,才是最吸睛的存在,再次携手老友,新的一年开启新篇章,不过话说回来,肖战的又一品牌到期续约,老朋友继续选择携手新的一年, 这份肯定这份双向的选择,也是一种对肖战商业价值的认可,和自身实力的认可,在肖战的品牌中,除了不断地迎接新的品牌和代言之外,除了商家不断抛来的橄榄枝,大多数产品都会选择继续续约,商家看重的,除了肖战的流量热度,以及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之外,最重要的是人品, 这份诚信与人品的合作,才是一种真正的互利共赢,才是真正的能够走向长远的选择,作为演员作为艺人的肖战,不但在演技上不断提升作品,呈现给观众们越来越优秀的回馈同样,他也更是在事业方面全面开花,无论从作品舞台还是商务代言,都在呈现一种多样的状态,这样优秀的艺人,也必定会不断地受到更多人的喜爱与选择。